其實香港人在英國是有一個品牌的 這種工種在英國不等於你在香港做的 我一去到我扔了二百封信 一個interview都沒有 好,歡迎大家收看我們的移民節目 移民有移民 大家看到Margaret就知道 現在有關於移民專家的解答的時候 上次Margaret,很感謝Margaret上次上來 解答了一些荷蘭移民的資訊 也感謝Margaret送了幾本書給我們的觀眾 觀眾記得快點拿一本書 這次我想和Margaret深化一些關於移民的問題 Margaret,我想問 現在英國的移民是否專注於如何移民 如何置業 你主要是如何置業 是的,我想這兩個月最熱紅紅的話題都是BNO 大家都說如何移民BNO去移民英國 我通常都會用移民英國的 不會說移民英國的 因為其實在英國政府現在的公佈來講 它只是說你拿著BNO 在你的逗留條款那裡寬鬆了 但它是未說你是如何可以真是移民 真是入籍真是拿穎居 他說你住夠五年你就有機會拿穎居了 但是它沒有說 都是有機會而已 是的,你的條件是什麼?其實還未開 預計就十月左右去開 其實我早兩天都和英國那邊的同事開會 我都問你有沒有收到消息? 因為我英國的夥伴 其實和政權核心都有一些連繫 那些抗信是嗎? 是的,那些那些 他就說現在國會還在辯論中的脫勾問題 他說BNO還在排隊 所以肯定不會是九月出現 其實五年都有多久的事 但是如果一個人移居的時候 他都要為自己的生活要預備 他真的不會坐在那裡等五年 那他怎麼辦呢?都要找工作了 是的,其實英國政府那邊就說 條件我想不用多說給大家知道 總之你過去1月1日申請 你有六個月的儲備足夠 證明你能夠維持自己的生活 然後你可以在那邊讀書或者工作 那坊間我想大家都收到很多信息 有很多公司就說我幫你找房子 教你怎樣買樓 幫你的小朋友找學校 那些外國的物業代理當然會跟你說 你應該在那裡賣樓 但是很多人都會感覺到 但是很少人跟你說怎樣找工作 或者幫你找工作 那是否遇到一些人其實不用找工作 或者應該這麼說 很多香港人都心知很難在英國找工作 也不抱有太大的期望在英國找工作 所以每個人都說 算了我賣了香港的東西 拿著老闆過去慢慢撕 撕夠五年也好六年也好 這樣才再想方法 那絕對有很多人已經是預料到這個算盤去的 那因為英國是不可以太兇人的 即不能說爸爸你就在香港找工作 媽媽和子女過去英國住就不行的 一去就整家都去的 一去就一定整家都去的 所以其實是拿詞的 簡單一點 你是給香港很多東西 去搏 容許我說是搏一招 五年後你拿著永巨 所以說今天可能有帶一點資訊給大家 在香港找工作 大家的北外乎就一定是自己 放CV去自戰 又或者找一些叫Head Hunter的東西 但是在英國 他們是流行找Out Placement Agency 什麼來的呢 容許我又分享一下 在角色上 一個Head Hunter 就是代表僱主 譬如現在臨到你要請一班同事 那你第一件事就是找Head Hunter 告訴你 我請編劇 我要請導演當先 我要他要符合這五個條件 你需要 對 Head Hunter 就在市場上幫你找符合這群條件的人 Head Hunter 會收到很多CV 他就會 shortlist 選了 再給你 再推薦給你 這些就是Head Hunter的做法 他是完完全全由臨到 你一個僱主的方向 去幫你找你想要的員工 但是Out Placement Agency 在香港 大家很少聽 在英國是代表僱員的 這個很有趣 譬如大家曾經聽過 瑪莎 曾經裁員幾百人 你知道這些大公司要有社會導義 所以他裁了幾百人 他是有責任要幫這幾百人 盡量找回工作 所以Out Placement Agency 其實就是會幫這些被裁的朋友 從你的角度去協助你 重新幫你市場 擺放在勞動市場 去銷售自己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Rebranding 我剛才想要幫他再包裝 反規 Exactly 其實我舉一個很實質的例子 譬如一個在馬沙 做了二十年人事部經理 老實說 二十年之後你被裁 你都害怕 其實你會覺得自己沒有信心 你覺得自己沒有競爭能力 你覺得自己很老 但Out Placement Agency 其實就是正正把你缺乏信心 可能突然間不知做甚麼 或者都不知如何再市場 他們就會做一系列的服務 幫你重掃回你的在職場裏面 市場價值 Exactly 然後塑造完你一個新的圖片 然後他會幫你整理你的視訊 然後他就會把你的案件 轉介到頭盤監視 然後他就會介紹你適合的 工作市場裏面的頭盤監視 所以在他們的數據來說 重新幫你找到工作 或者重新幫那班人找到工作 是接近80% 就是說這麼大班人被裁出來 有八成的人 他們最後找回他們類似的工作 真的 不是那些亂石頭男友的自生自免 正式有個位置幫他們再梳理 其實你可以怎樣幫你 盡快投入那個勞動 是 這個其實很… 香港和不香港的分別 是呀… 其實如果大家現在積極部署 怎樣用BNO移居英國 你經常聽見很多人跟你說 我一去到 我扔了二百封信 一個面試都沒有 這個也是英國職場的 第二個大家要注意的東西 就是因為你把你香港的資訊 扔過去英國 第一,別人英國的文化 你又不明白 別人英國的老闆著重的技術 你可能明明有 但因為你不懂得出售 你不懂得把你的資訊去強化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有很多時候 譬如在香港有很多人做 商業主持人 很多人做販賓主持人 很多人做市場的販賓主持人 你去到英國就去找這些工作 但別人這種工種在英國 不等於你在香港工作的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例如名牌 原來在英國所謂名牌是銷售售售 如果你真的做名牌 你是類似的 類似一些叫做產品技術 或者是產品研究員的職位 你想一下 沒錯 你們不知道 那你永遠都不會找到工作 就是在職場上這些小貼士 或者我們可以幫到香港人的工作 就是買樓不用找我們 就是買樓很多專家 你小朋友找學校有很多專家 但是工作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因為老實說 你三十多四十歲 你去到你真的退休嗎 可想 是啊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來說 就是我們會覺得 最重要是怎樣幫他找到對他的工作 這個就是很重要 因為你找到工作 你不需要擔心那六個月 有沒有生活 即是有沒有足夠的銀兩 去支持你的生活 還有其實 我跟很多英國的夥伴聊天 其實香港人在英國 是有一個品牌的 他們的品牌就是 Hardworking 老實 真的 所以不要想過去就算了 退休 你們一定是有賣點的 只不過你怎樣包裝這個賣點 找適合一些專家 專家專業人士去幫你 我明白的 很多香港人就在這個網路上 找很多資料 就覺得 其實自己可以搞定 有些事情 硬是 其實你真的要交給專家 他們幫你去做 這樣是節省你的時間 節省你的精神 你想想 你扔200封信 都沒有一個面試 的話 其實你的心靈 那個沮喪程度 都會很高的 所以大家如果移民 移居英國的時候 要改一改喉 移居英國的時候 因為這方面 不想扔200封信 就要找Margaret去 Margaret會絕對幫到你 解決這一方面 英國的BNO移居上的問題 多謝Margaret 又說多一點 關於英國的資訊 給我聽 我相信還有很多 很多東西想說 我下一集問問 另外一個國家 有什麼提示給大家 好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